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配合亚洲矽谷计划 成立的桃园虎头山创新园区 13号上午举办了成果展 并且启用了刚落成的多功能馆 国家发展委员会 经济部以及桃园市长 郑文灿都到场参观 了解目前自动驾驶 与资安物联网的技术发展 13号上午 桃园市长郑文灿 来到虎头山创新基地园区的 多功能展览馆 参观智慧驾驶与资安物联成果展 国发会和经济部也到场与会 今天就把第一期的成果 向大家展示 包括自驾车 无人载具 还有资安物联网的推动 这些新创事业或者是高科技厂商 都有很好的成果 事实上虽然是经过两年的预程 跟既有的产业创新都连接在一起 那我觉得亚细计划是成功的 虎头山创新基地园区 致力于研发自动智慧驾驶和物联网科技 现场展出如智慧联网号制 自动烤披萨机器等联网科技成品 另外成立两年多来 园区辅导了全台运行的自驾车团队 更取得了第一张自驾车测试牌照 成果不凡 台湾在推动自驾车的测试上 那虎头山创新园区是最重要的 我们拿到第一张自驾车的测试车牌 那其他各运行场域 也多半跟我们合作 那希望我们将来车联网产业 自安互联网产业 都可以从这里来产生 当天也是园区第一次 启用多功能展览馆 展馆建筑融入环境 未来将邀请创新团队进驻 举办研讨会和展览 并提供场地给附近居民使用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幸福国中已经连续两年 和龟山在地茶厂合作 会有这样的课程 是因为学生在科展中 以茶作为主题 像是今年就以 三生三世十里洋华的作品 获得了优等成绩 不仅更深入认识茶产业 也更能启发学生对产业的传承 同学们一个个背着竹篮走进茶园 这是幸福国中连续两年 和龟山在地茶厂合作 从原本的种茶树 以及每个礼拜的周末 都会前来照顾 到如今亲自体验 采茶过程了解在地产业 因为我们就是要 有科学沾冷的关系 那我们想要研究茶叶 那我们的科学展展提问就是 茶叶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说 农友从我们就是 从茶树开始种植 拿去研究它 那其实现在 接触茶叶的人越来越少 而且都是老年人居多 没有人想要传承 那我们想说 带国中学生来体验这个课程 弯下腰来将茶叶放入竹栏中 其实会有这样的课程是因为学生在科展中以茶作为主题 像是今年就以山生三世十里洋华的作品获得优等成绩 对于学生而言不仅能认识茶产业也能得到成就感 就是我们的实验是做茶的那个铁底子 然后就是透过滴滴 然后去看哪一个茶种 就是不同制程的茶 然后谁的铁底子比较多 从我们开始就是来摘茶 也到到做实验 就会发现到茶叶其实摘茶的时候很辛苦 因为要一直弯腰 有的是失败经验 他们就可以把做错的一些东西 可以让就交给下一届的学弟妹 让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他们可以让他们得到好的成绩 从准备科展的过程中去不断试验茶叶中的成分 虽然是校内的课程 但学生愿意在假日前往茶厂体验 同时感受茶农的辛苦 不仅是珍贵的体验 更重要的是能启发孩子们对产业的传承 记者尤嘉宇桃园报道 大元西西海国小积聚落实108克纲的教育理念 并且在大元制教及科技中心成立后 透过从大元制教中心引进终极密码盒 落实108克纲的资讯能力课程 同时也借由实际动手做 让科技的种子升职在校园中 小学生专心得利用形状不易的木材制作密码盒 而这些木材全都是经过精密计算后裁切而成 大元区西海国小透过将数学公式实践在手作当中 不仅让学生了解到数学的应用 同时也引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 原本上数学觉得很无聊 可是用密码盒这样上数学就不会很无聊 我觉得这其实很好玩 因为当时我对数学其实没有到特别好 我觉得数学就只是用纸单单算一下 但可以把数学实际的弄出来变成一个立体的 我觉得非常的意外 蛮好玩的 这密码盒让我学到的数学其实它不难 只是就是复杂了一点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精细的东西 应用在生活上很好玩 然后应用在算的话就有点难 就是算那个算式 然后就这个实体的话就让我们非常感兴趣 大元区西海国小近年来积极落实108科纲的教育理念 并且在大元制教级科技中心成立后 特别引进大元制教中心的终极密码盒 并应用在课程中 不仅要配合地方科技教育的发展 同时也要提升学生的资讯能力 我们很希望孩子的学习都能够落实在生活的应用上 老师们也带着孩子到大元国中去学习 在制造教育中心的学习之下 我们非常感谢高师大的张美真教授 他指导孩子怎么样来做一个手作的学习 那一般我们对数学的印象都是公式或者是数学非常的难 可是从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因为透过手作 那我们大家一起研发了终极密码盒 让孩子觉得说数学其实没有那么难 他不是只有公式的一个背诵 而且可以落实在生活上 大元区西海国小透过引进终极密码盒 不仅要落实108克钢的资讯能力课程 同时西海国小也希望要透过数学计算结合实际制作 希望要让数学不只是计算 而是可以实际动手作 借此将科技的种子升职在校园中 记者王中均台报道 随着桃园航空城计划进入实质开发 地上物茶壶作业也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不过因为地上物的茶壶价格不会随着物价指数波动 因此也让当地民众担心 两年后的物价指数恐怕会上升 导致重建成本增加 近期随着桃园航空城计划进入实质开发 根据桃园市政府的规划 民国111年将会进行土地抽签与配地 并让民众于民国112年重建自己的家园 不过就由民众忧心 两年后的物价指数恐怕会上升 导致建造成本增加 整个航空城推动在111年就要整个抽签配地 在112年要给民众回去盖 那回去盖了以后到113年的10月份 要全部搬迁 那在112年 在这两年后 会有整个物价指数波动 民众担心如果超过20% 那政府要怎么办 怎么来协助 如果这整个物价指数超过30% 那政府又该如何来协助来照顾民众 目前根据桃园市政府的规划 像是加强专造的房屋 一瓶茶菇约在92000到95000 另外钢筋混泥土的房屋 则是在10万2到10万5之间 对此桃园市议员徐奇万担心 目前的茶菇价格恐怕无法让民众 在两年后重建家园 现在以目前政府所规划出来的 那个加强专造一瓶 菇价茶菇约列在 这92000到95000之间 那钢筋阿西造是规划在 整个茶菇是在10万2千 10万5千之间 但是以目前现在外面的行情造价 也说要到达到9万块左右 民众现在茶菇了 这个价格是固定的 那以后物价指数提高了 真的增加太大 那造成民众这个负担会加重 那政府是不是要有一个策略 提早做因应 桃园航空城的地上物茶菇作业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不过因为地上物的茶菇价格 不会随着物价指数波动 因此桃园市议员徐奇万 也呼吁桃园市政府 应该要做好配套措施 才能让民众于民国113年 顺利搬迁 为在卢族区的大竹零售市场 每到买菜时段 总会涌入大量的人潮及车潮 然而摩托车随意停放的问题 已经影响到行人的安全 对此桃园市议员 在接获民众反应后 透过争取划设停车格 希望能够改善当地的交通环境 一辆一辆的摩托车 停放在大竹零售市场房的空地上 不过这里可不是摩托车专用停车场 而只是大竹零售市场的场外附地 近年来随着大竹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加 也让摩托车的停车格 使用需求大幅提升 台湾市卢竹区大竹零售市场附近 这一段时间有一些民众 反映说机车停车格比较不足 大竹零售市场 不管是平时还是假日 可以说购物的市民非常多 违规机车停车的部分 确实常常发生 那因为有民众的一些卷举 还有这个相关警察单位的一个举发 所以说造成在附近这个随意停车的这个市民 被开单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现象发生 为在卢竹区的大竹零售市场 每到买菜时段 总会涌入大量的人潮及车潮 然而摩德车随意停放的问题 不仅恐怕会影响行人的安全 同时也影响一旁的U-bike车辆租借 对此市议员储存来 透过争取划设停车格 要完善停车环境 我们跟这个相关单位 就是我们卢竹区公寿 还有我们台湾市的那个交通局 我们会看共同研商 在我们这个大竹公有那个零售市场的前面 就是现在全联超市的这个前面 有一块空地 那我们由卢竹区公所 来划设机车停车格 来嘉惠我们附近 去防污市场的这个购物的这个居民 我相信这个停车场 机车停车格划设之后 可以带给民众更大的方便 大竹零售市场的场外腹地 在经过桃园市议员储存来 向桃园市政府的争取之下 未来将会在大竹零售市场的空地上 划设摩特车停车格 不仅要提供民众充足的停车空间 同时也借此保障行人的安全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 我是桃园市远林郑贤 让桃园更好 打造桃园成为一个族情友善的城市 赴税金等的城市 健康安心的城市 成为美好的桃花园 是郑贤努力的目标 我们一起努力 让桃园更好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